今天呢我們要來介紹這一款電腦 是聯想的GAMY3 GAMY3系列是在這一次當中 特價的時候我所購買下來的 那這一次呢我們就要針對它的重點來進行開箱 首先呢它的外箱呢 長得就是普普通通的 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聯想的GAMY 那它的LOGO非常簡單 那接下來呢看一下背面 背面的話就是像這樣 然後這邊的話它是做一個貼紙的部分 那貼紙上面這個是直接印上去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行開箱囉 好這時候拿出來呢我們會先看到一些配件 首先是幾張說明書 然後呢電源線一條 接下來是這一個這個比較重要 這個摸起來有點軟這個是硬碟的那個SSD用的那一種3.5吋啦 它的D也可以用 不過摸起來比較薄所以一按可能就凹進去了這樣子 再來是我們的電源喔 這也是我第一次拍筆電喔 所以會比較不習慣一點 所以在這部分的話請麻煩各位幫我多多包涵一下 好這一個呢就是我們的主角 那它設計呢非常的簡單喔 給各位看一下 首先呢 它這一邊的凹槽就是剛放電源的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筆電 這些筆電來講的話都會做一個機制保護就是你按下電源鍵 它不會啟動 一定要接電源 凡是第一次都要接電源才能啟動 怕說你如果開機的話會 會有電量的問題 所以他們都會做一個保護喔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體喔 那這邊呢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平面喔 右下角有一個簡單的LOGO 它並不會像是一般的廠區啊 這邊都會有一些特別LOGO這樣子 好我們呢接下來呢來介紹一下我們的這個主體喔 那首先呢我們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它的外觀 這就是它的外觀喔 外觀呢非常的光滑表面喔 那這一般來講這邊有簡單的一個LOGO 再來呢就是它的機身厚度喔 其實機身厚度應該是在50塊的以上吧 厚度 那這邊的話呢是散熱口 這邊是充電口 然後充電的時候旁邊這個燈會亮 這是網路孔 然後HDMI跟Type-C 再來呢就是我們的一樣散熱孔 兩組USB 然後跟一個耳機孔 這邊是耳機的收音 麥克風收音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電源指示燈喔 好那 再來就是它這一面有它聯想的 GAMI LOGO 那厚度呢一樣我剛剛說 它可能會稍微比較厚一點點 但是 整體來說的話並不會說太厚太重這樣子 在這邊呢它採用的這個是比較有形狀的散熱孔 目前我見到比較多的筆電都是已經有一半的散熱孔都已經透出來了 對基本上裡面的東西又看得到 好那這個的話呢就是簡單的這樣子 接下來呢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它的形狀 變得形狀有點弧度所以 筆電在打開的時候 其實會有弧度的喔給各位看一下 各位有看到嗎 這個就是弧度喔 會有強迫症的人就會像是Apple的瀏海一樣喔 可能要去熟悉這一個角 的接受度啦 對那 再來就是它的 相機孔的部分 前鏡頭 前鏡頭它有做一個這個 可以開關喔 可以保護個人的隱私 讓個人不會有這個隱私暴露的狀態下 聯想LOGO的部分喔 在這邊也會看得到它是聯想GAMI的喔 那這邊其實做的非常簡單 然後這個按鍵呢是 比較大一點點喔 跟一般其他價比電視不太一樣 尤其是這個方向鍵做的特別大 可能讓玩家也是有個遊戲體驗 以上呢 今天 這個就是我們的簡單介紹